262. 南方都市報 全國版 中國產業政策將引入公平競爭性審查機制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等問題 2015年7月26日國內A09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將茅25日在京指出 中國已到了重視競爭政策 樹立競爭政策在國家經濟政策中優先地位的階段 下一步將促進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有效協調 建立和規範產業政策的公平競爭性審查機制 據新華社電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將茅25日在京指出 中國已到了重視競爭政策 樹立競爭政策在國家經濟政策中優先地位的階段 下一步將促進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有效協調 建立和規範產業政策的公平競爭性審查機制 他認為 這一改革舉措將推動競爭政策框架在中國的逐步建立和落實 有助於扭轉和調整以往通過政府選擇 政府補貼 行政主導來直接配置資源 導致市場信號扭曲和不公平競爭的局面 25日 在以中國經濟新封口為主題的《2015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下跪論壇上 將茅在做主題發言時強調了創新監管政策對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性 他說 競爭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維護市場機制 規範市場秩序 促進市場公平 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政策工具 從國際經驗看 競爭政策是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 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內在需求 今年3月 按照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建議 競爭政策已被寫入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心法體制機制改革 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 張茅認為 這一舉措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市場競爭在激勵創新方面的根本作用 營造公平 開放 透明的市場環境 強化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對創新的引導 促進優勝劣態 增強市場主體的創新動力 張茅認為 十三五時期2016年至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也是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鍵時期 目前市場秩序不規範 不建存 公開 統一 平等的市場競爭環境 不僅影響資源的優化配置 也制約了經濟轉型和整體經濟的提高 成為制約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問題 張茅說 張茅指出 要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要進層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一市場經濟一般規律 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 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 不斷探索市場監管新模式 保障公平競爭 增誤 二人